一台白色轎车正要左转 当时行人穿越到也是绿灯 斑马线上还有行人才刚走过 汽车驾驶疑似没注意到路上 有人直接撞上一名富人 他不但手中雨伞被撞飞 人也被撞倒 在另一个车道当场倒地不起 这名富人身份也曝光 是前立委郑保卿的妻子 上个月二十四号下午 郑保卿的妻子经过桃园区三明路 二段汉民生路口 被震要从明生路左转的江姓女驾驶 给撞倒造成轻微脑震荡 大腿也骨折 医生评估至少要三个月才能复原 郑保卿的妻子已经完成手术 把大腿接回来 不过他也沉重呼吁 政府要重视行人地域问题 我们是在希望我们的斑马线 要从路口往后推手 就不会再有A柱挡到行人的现象 那我想这减少很多灾害的发生 目前还在持续处理后续赔偿事宜 警方也提醒民众 从这个月一号开始 加强执法取地 弃机车不离让行人的违规 经过路口务必减速确保路况 减少意外发生 华氏新闻无权源 谢君仲 萧宇秀 台湾报道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